如何在不使用魔法的情况下从一座戒备森林的监狱中逃出 这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英国的故事片《逃离比勒托利亚》 生活在南非的哈里是一位反种族主义者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种族歧视的行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黑人时常遭到残杀而白人则每天过着奢命的生活 为了建立一个民主与自由的南非 哈里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直在为此而努力 他不仅参加了被禁止的南非民族会议 而且还不遗余力的执行这反种族隔离的任务 但警察们也不是白吃饭的呀 早就盯上了哈里和狗盛这对刺头 两人这边刚执行完散发传单的任务就被警方逮了个正着 哈里的黑人女友不仅给他带去了钱和乡 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这件案子很快有宣判了 作为主谋的哈里被判出有期徒刑12年 跟哈里一起干这件事的狗盛被判了8年 这也就意味着两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都要在监狱中度过了 狗盛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让他在监狱里待上8年还不如直接把他给毙了 这哥们想趁警察不注意逃走 但却被警察一脚给踢蒙圈了 哥俩坐在开往监狱的囚车里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那真是默默无语两眼泪和耳边响起托铃声 这是一座白人男子监狱 典狱长是一位坚定的种族主义者 对哈里和狗盛这种反种族歧视的犯人当然不会客气 痛斥他们是胃不熟的白耳当 被关进监狱之后 哈里和狗盛彻底面了 两人虽然住在隔壁 但想串门是不太可能的 和大多数监狱片一样 吃饭和放风是不能少的情节 老囚犯王大白也是一名斗士 他因为试图通过暴力革命 推翻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政府 而被判了四个无企独行 他对哈里和狗盛的行为表示了赞赏 但他同时提醒这二位 想要从这里越狱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为典狱长不仅看过美剧越狱 还是萧生科旧书的忠实文思 这座监狱里所有可能的漏洞 全都被堵住了 虽然王大白对越狱持有悲观的态度 但卷毛书却非常的有信心 如果哈里有越狱的计划 他希望自己也能够参与 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 哈里依然没能想出一个完美的越狱计划 最后他意识到 想要挖隧道或者强行突破 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且这些招数早就被前辈们给慵懒了 如果想逃出去 唯一的可能就是配钥匙 但配钥匙可是个技术活 而且监狱里那么多道门 想要把每一道门的钥匙 都被其谈何容易 不过好在哈里有的是时间 吃饱了没事干 便开始一点一点的做梦 一位名牌大学的学生 繁种族隔离的意识 为了生存 活生生被逼成了配钥匙的李师傅 我在香港 是专攻人体艺术的 结果被深深地逼成一个小宝记者 你说 你是不是逼两位仓吗 不过要手艺没手艺 要材料没材料 想很快逃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万事开头难 有想法就有希望 接下来哈利和狗圣 还有卷毛鼠便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了 他们首先要观察 预警裤腰带上的钥匙的形状 好在这些钥匙的设计并不复杂 多看几遍也基本上能记住个七七八八 图纸经过几十天的设计终于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材料的问题了 金属材料就不要想了 根本不可能拿得到 即便拿到了也没法加工 趁着在监狱工厂干活的机会 哈利偷偷的把几个小木块带了出去 回到牢房就开始忙活了 加工钥匙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里面那道门也顺利的打开了 但接下来就麻烦了 因为每个牢房都有两道门 而且第一道门只有从外面插入钥匙才能打开 第一百天的时候 哈利终于配好了第一道门的钥匙 但由于加工的比较粗糙 打开之后回不去了 而且钥匙还居然断在了缩穴里边 哈利抠吃了半天才把木块给弄出来 预警虽然有所怀疑 但最终还是被哈利给划过去了 卷毛叔之所以要加入哈利的越狱计划 是因为他被判了二十多年 而且他儿子受他的影响 在学校里整天遭别的同学的欺负 对于哈利和狗盛的人来说 目前最棘手的问题 就是如何从外面把钥匙插进去 并且还能够转动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尤其是狗盛灵感爆发 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通过这部影片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好好学习 勤于思考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只要掌握了知识一切皆有可能 这件工具的发明 集合了力学化学工程学 几何学物理学等等一系列学科 如果没有四年本科三年硕士 根本发明不出来 虽然牢房的两道门全都被打开了 但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很多的铁门 转眼两百多天过去了 哈利又配了更多的钥匙 但这些钥匙能不能顺利打开 通往外界的那几道门必须测试才行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 哈利和卷毛叔开始行动 夜里值班的只有一个脑满常飞的狱警 这位胖狱警满脑子都是涮羊肉毛血旺 警惕性并不是很强 趁着胖狱警例行巡视的机会 哈利和卷毛叔逐一测试了钥匙 效果比预期的要好 虽然个别的有些卡顿 但基本上全都能打开 哈利狗圣和卷毛叔最近鬼鬼祟祟的行为 引起了监狱方面的警觉 为了查看哈利是不是在玩猫腻 典狱长亲自沥临了哈利的牢房 并且把屋里的所有东西都翻腾了一遍 差一点就发现了哈利配的钥匙 越狱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哈利本来想游说王大白等人 跟着他们一起逃走 但王大白明确表示了拒绝 因为即便逃出去 他们也无处可去 而一旦被发现 不仅会遭到严刑拷打害的加刑 这位曾经和曼德拉一起战斗的战士 脑子里的想法跟平常人就是不一样 他觉得逃跑是一种没有勇气的表现 在监狱里继续抗争 才能体现出他大无畏的精神 越狱行动正式开始了 哈利三人换上提前准备好的便服 准备突破重重障碍离开这个鬼地方 王大白虽然没打算越狱 但他用声东击西的办法 吸引了胖玉颖的注意力 让哈利三人得以顺利的来到了最后一道门 也就是这最后一道门 给他们带来了大麻烦 钥匙换了无数把就是打不开 最后还是归家心切的卷毛鼠 采用暴力强拆的手段才打开了门 在躲过了瞭望哨上的警卫之后 三人顺利的来到了大街上 然后乘着出租车逃出生天了 随即南非史上最大的追捕行动开始了 三个人越过边界 辗转莫桑比克坦桑尼亚 最终到了伦敦 在伦敦他们继续着反抗南非种族隔离的活动 直到1991年他们才被赦免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只要学好数理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甭管遇到什么事 知识全都能拿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